大家好,我是李卓鋒 上星期鮑威爾的講話令美元進一步轉弱 其實你說好日又不是 其實與過去兩星期的看法差不多 上方位置是93.6%附近 下方位置是92.5% 其實維持在過去一季 美元一些大方位的上落格局 市場放大了 鮑威爾覺得年遲不急於加息 其實在暴威爾未講話之前 其實已經在利率期貨市場或債業市場上都看到 大家估計第一次加息已經是壓到2022年至2023年 而且是加1.25至50個基點 即是整年 其實本身大家覺得美國加息機會不大 亦都正如市場預期一樣 聯儲方面亦都想著會繼續做一個熟標 但只不過在對比之下 甲派比較溫和的講法 令美元重新壓下去 都不會跌得特別低 大方位亦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其實今個星期也會預測 美元是92.5%至13.6%之間 其實反而美元在這個時間有機會 兜底向上的機會較高 市場關注今個星期五的 非農業新增職位 預期增加75萬個 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進一步在失業率方面 估計會下跌到5.2% 我們先估算 如果整體數據會轉好 其實美元應該會由一些資金 在空間上高 在92.5%至92.5%之間 再下抄底的動作 再駁回周末 美元又再反彈 又下降大型的上落 所以這個應該是會市交易上的 一個主流投資者我相信會比較大的 即是捉住的策略 近期的資金比較多 就流入虛擬貨幣和黃金身上 今個月也上升到1810美元以上 亞洲市場是150美元附近 我相信上一次的今個月 今個月都是120美元至150美元附近 就受到壓力 反而在周末這段時間 由於我估計美國的數據 相對會做好 如果美元再跌少少 今個價在高位 其實我覺得有沽手的一個不錯的空間 短期 短期可以看今個價 即是上一次 去到120美元以上 做回一個鏡頭 下方的黃金資訊 下方的數據 也有機會回到1780美元一盎司 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交易策略